字幕志愿者 白红柳 宏子好杵 百朗陶陶我不怕 張其朵爾 Route前花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小张爸爸乘风破浪 要来说一个 和帆船有关系的英勇故事 宜兰县的越民国小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每个小朋友都要上帆船课 六年级毕业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会开船 才能拿到毕业证书 很特别吧 好大的浪 好险 一个人开帆船 还真有点紧张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有个绰号叫做阿公 因为他做什么事都慢吞吞的 这样怎么开帆船呢 万一像刚刚那样的大浪打来 帆船了该怎么办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乘船 去看洪千玉的故事吧 小杰 加油 我直接船头擦水翻船 我好像喝了好多海水 嘴巴跟眼睛里面都是眼疤 我真的好害怕 那你怎么很叫救命 没有 大家都已经开走了 就只剩后面有一个人而已 那你怎么自己起来 就搬着中央板 然后爬上去船 有成功吗 有啊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觉得 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转一下鸭充弹 好 上课咯 小朋友赶紧加快脚步进教室 不过 这位同学怎么还慢吞吞的散步啊 小刚刚 小朋友赶紧加快脚步进去 买两队 BILL 小朋友赶紧加快脚步进去 小朋友赶紧 calor 应该有很有朝气的感觉 可是怎么感觉 就是弯腰驼背 然后很没有力气的感觉 就好像一个阿公 拿着一只拐杖 然后就走进来的感觉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娶她 叫做阿公 今天特别慢 天悦不只走路慢 就连吃饭或打扫也很慢 特别一餐饭 大家请慢用快乐 两个 这最多是啥 就是他们两个啊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阿公啊 要不都 要是不是快吃完了 加油 里面全部都热 里面全部都热 我吃不下去 阿公 我快吃完了 你看 我从来不及 我还刷牙了 你刷牙了 打扫时间也是一样 他这学习是负责生态词 如果一般的小孩子 他就是很快地 可以巡视一周这样子 别人大概花个 可能五分钟就结束 他可能要花个十分钟 他整个还不错 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不会啊 不会啊 只是有的时候 会念他几句而已 你念他什么 就是说他动作太慢了 回家收作业的时候 他总是慢慢来 然后全班都做完了吗 我们大家都在外面排队 他一个人还在教室里收 好 妈妈 我来了 爸爸吃爸爸 千语的爸爸妈妈开养护院 从小她的身边就有许多老人家 有时候她也会来帮忙喂饭 阿公阿嬷都很喜欢她呢 我会想起来吗 不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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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啊 是跟老人家相处久了 千语的动作啊 也越来越像阿公阿 我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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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啊 漫天吞的千语 却在某个时候 会立刻变得生龙活虎 来就好了 先出去 先出去 嘿 后面的 还起来 千语熙你只是扶着而已 每个星期三下午 是OP帆船校队的训练时间 这是岳明国小的课程 小朋友啊 从三年级开始 学习开帆船 毕业前喔 还得通过考验才能毕业 你上去好了 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丸子狗 岳明国小 会在宜兰县 苏澳镇的港边社区内 这是个啊 兼具农业 和渔业的小村落 早期居民啊 大多会出海捕鱼 学校啊 因此设计出帆船课 让学生啊 从小接触海洋教育 千语他为什么要吹这个气 那不然这样很难办 我还不然 就会沉下去 歐匹帆船 又称为乐观型帆船 帆面小 航行稳定 适合啊 六到十五岁的青少年 岳明国小啊 利用东山河之变 推广帆船运动 希望啊 透过海洋教育 培养孩子啊 冒险泛滥的精神 转的时候会突然 把船给压斜 然后就跳过去 然后那种 喝一种很刺激的感觉 那翻船的时候咧 会不会害怕 一开始整个翻过来的时候 会很害怕 然后再把船翻过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好 在比赛或训练的过程当中 包括要下船准备 要四五个小时 都在海上 或者是在这个河面上这样子 那所以一方面他要 要有体力 他要有耐力 而且他要能够很专注 我其实蛮佩服这些小朋友 因为尤其当看到他们在海上 面对巨浪的时候 那种乘风破浪的那种精神 让我觉得 他们以后在面对他们人生的一些困难 我们讲的大风大浪 我觉得他们从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去体验 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困难 这些挫折 这样饭会很累啊 不会啊 饭船好玩吗 饭船好玩吗 饭船好玩 洪潜瑜在帆船课玩出兴趣 后来加入校队成为选手 代表学校参赛 许多跟他同期的同学陆续退出 只有他还坚持到底 以前人太少 怕这个社团 以后就充实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想说 继续再待这个社团下去 那为什么大家人越来越少 应该是对这个帆船有一个恐惧感吧 那你有恐惧感吗 还好 你那时候雪有没有觉得哪里很困难 你很害怕的 就是风比较大的时候 然后怕那个 就是怕压不住 然后翻船了 就说那个 翻船的时候就是游到另外一边 然后搬着中央板 踏上去了 千玉上了翻船 马上变了样哦 阿公啊 瞬间啊 变成了运动高手 而且啊 他最擅长的 就是翻船 这项技巧啊 难度很高呢 那时候有没有不小心翻船过 就那时候很无聊啊 所以我想说 就晃升啊 就发呆啊 然后结果 就 顺风的时候 对不对 突然换船 就自己风自己换 然后打到中央板 就直接翻船了 那你有没有叫救命 没有 大家都已经开走了 就只剩后面有一个人而已 那你怎么自己起来 就 搬着中央板 然后爬上去船啊 有成功吗 有啊 那从此之后 你还会再爬帆船 不会啊 一开启帆船 千玉的眼睛 好像会发亮了 同学们啊 都被他的活力被感染了 甚至很崇拜他呢 那欧翼很厉害吗 他 非常强 怎样很强 有特别帅气 你可以使用一下怎样 像风一般 好风筝 舒服的吹过 硬镜潇洒的白马王是这样 人家是 架子白马 他是架子翻船 开过去 然后还摔吻 哇 好帅 星期假日 也是帆船队的训练时间 为了练船 他会自动自发 把功课写完 他认真积极的精神 连爸爸妈妈都很惊讶 平常 没有去练习的时候 可能放假在家里面 他就可能比较懒散了 然后要练习时间 他就跟我提醒 说爸爸我今天要 还要去练帆船 会特地提醒我 不过我只知道说 最大的翻船 就是在豆腐夹那一次 甚至说 撞到巴掌 手都受伤 他还没有嗨 还是说 好了 我明天还要再去 我说不行 你帮我休息一天再去 他常常会搂船 脚常会搂船 可是他还是不在意 他还是喜欢去 他上厕所就是 就是在海里面 然后再爬上来 然后在船上吃面包 这样子 其实不是每个小孩子 可以这样子 我相信 真的太辛苦了 然后太阳那么大 然后又一直耗在那里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将来他们 就是在磨他们的耐心 然后将来 他在他未来的人生里面 他遇到困难 或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会比 没有受过这样的 训练来讲 然后他的EQ 应该会比较好 千玉并不是帆船队里 最常拿奖牌的选手 但是他当起小助教 指导学弟妹 却让他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那么喜欢帆船 去玩帆船 六月去 就想去比赛 比赛 要有什么成绩 就是有更多经验 那要怎样 然后可以教别人 虽然说他在竞赛的成绩 在整个台湾的一个竞赛成绩 并不是说很好顶尖的 大概也属中断这样子 他可能个人在 这种积极度上面的竞争 与其他人竞争的积极度来讲 是比较弱一点的 所以反而他会 把自己的focus放在 带领其他的小朋友 其他的选手 或许在这个方面 他觉得他得到更多的一个 回馈吧 其实很多家长 因为担心会有危险 反对让小朋友玩帆船 学校会让家长们放心 常常举办 帆船的亲子活动 让爸爸妈妈 亲自来体验帆船 了解开帆船的安全措施 才知道这不是危险的运动 没想到 有些家长参与之后 反而爱上了帆船 就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最后变成帆船队里面的志工 而整个帆船队 就像大家庭一样的 非常温馨 那个队好 文青 那个队好 你刚刚这样子一个人拿这个帆 会不会很重 不会 久了就不会 刚开始的时候呢 会不动 踩到会哭 知道 对 那你那么喜欢开帆船吗 喜欢 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哪个 帆船 那不会怕就是会溺水淹水这样子 不会 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有救生医啊 所以 你学开帆船一定要会游泳 不一定 并不是每个女生哦 都像黄英琪这么勇敢 多数人啊 开始接触帆船的时候 都还是批批刷呢 敢不敢开帆船 敢啊 可是还是会有一点点怕怕的 你觉得最怕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帆船 因为 我怕帆船啊 因为 我有一些地方 游泳的地方 我还不太会 所以我怕帆船的时候 游泳一些 方法 我不会怕 我会溺水 有救生医还是会怕吗 会 帆船啊 是所有初学者 最大的恐惧 这一关啊 是最基本 也最困难的 因此啊 要学会帆船 得先学会帆船 杨奇恩加油 加油 加油 跑出去 加油 杨奇恩 杨奇恩 杨奇恩是帆船队的新手 他啊 还在努力的练习帆船 奇恩的爸爸 是帆船队的志工 在旁边啊 不断给他打暗号 抓一下鸭虫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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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是蛮困难的 就是参与 或者是赞 赞成的家长并不多 后来我们就办了几次 那个亲子的体验活动 也让家长去了解说 这个帆船运动 其实它是很安全的 因为每个选手上船 都一定要穿救生衣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小儿子要先学会 翻船的时候 怎么样把船翻回来 那可以靠一个人的力量 达到自救 然后能够很安全 帆船的过程中也看到说 他们对这个水域就是信任的 我也是看到这一段说 至少小朋友在这一方面 他不要慌乱 因为在水里的状况 很容易紧张 那小朋友只要在这个状况下 他能够想说 他下一个步骤做什么 他就可以安安全切的上 不担心安全问题后 杨爸爸也爱上了帆船了 跟着孩子一起加入 他是海军退役人员 管齐水上运动非常厉害喔 现在成了帆船队 不可过缺的志工 不好意思 打到西华的路了快点 抱歉抱歉 你要把船翻上来的时候 你人必须要在哪个位置 在上风处 在上风处 退伍之后他就 他就跟我讲说 他可以来 帮忙协助这个团队就对了 每次比赛 就是他开一步 九人座 我开一步九人座 两部车就这样子出发 他扮演的就是一个 像爸爸一样的小声 翻过来 那风在 吹到你的帆了 对 顺风的时候 这个需要家长的陪同 我也看到很多 小朋友的家长 都因为双心家庭 变成说他们没有这个时间 陪在自己的小朋友身上 那我是因为我的 属于 就是退休人员 我的时间比较巨多 我愿意说 帮他们去分担这些 因为毕竟小孩子就是 能够多一个人陪 他们的安全就多一份 可以了 吃点心了 有认真开的 可以吃两片 我很认真开 我非常认真 有了帆船爸爸 当然也有帆船妈妈咯 小朋友啊 学帆船啊 会耗费大量的体力 帆船妈妈的首要任务 就是 喂饱每个小朋友的肚子 妈妈就是有牌条 所以他在你们这边 很重要吗 很重要 很重要 看到他就想到什么 食物 小康老师 其实是校长的太太 女儿殷琪啊 也是帆船队的队员 为了陪伴孩子啊 他参与了帆船队 成了志工 这里是 好痛喔 好痛喔 抱一下好了 这是提醒你 没有那么痛 你觉得他像谁 这样的照顾 不是 其实很多孩子 练一练后来就没继续了 所以我后来想说 进来的话 也可以陪一些小孩 有时候看看他们的心情 因为我们觉得 那些孩子需要照顾啊 就来了这样 我太太 其实我也蛮感谢他们 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需要很多大人的帮忙 包括平常的训练 然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包括要带选手去啊 然后生活起居的管理啊 然后他的行为啊 其实还有心理的辅导 那个都需要 所以要有很多的角色 才有办法让孩子 可能是做他们的后盾 去面对大风大浪 现在要慢慢的进步道 不能把舵放掉 都一样拉过来 这样是不是两只手 就全部都控制住了 但是这样的话 很难拉起那个摄像杆 用一只手来拉 你能拉多少 能多少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到这边真的拉不下来 赶快放掉 拉 赶快回来 马上把舵控制好 帆船考验的 其实是每个小朋友 克服恐惧的过程 校长的女儿殷琪啊 也是帆船队里唯一的女生 她回想啊 第一次参加比赛啊 心中啊 充满了恐惧呢 你觉得海上是什么样的感觉 当你一个人在比赛的时候 会害怕 会紧张 会担心 自己回不去 因为 我直接船头擦水 翻船 而且那时候也是 我第一次翻船 我好像喝了好多海水 嘴巴跟眼睛里面都是眼疤 我真的好害怕 第一天的选手之夜 我就已经觉得 我不想比 为了帮助英琪 妈妈亲自下海 陪她渡过难关 我想说如果她这样放弃了 以后她再遇到困难的话 要再重来的话会更辛苦 然后如果她可以跨越的话会 她就可以更轻松 那我后来我就 我就说好那我陪你 我就坐救生艇上 她真的是最后一烧开回来的 我就看着她陪着她回来 没有家长陪伴着她们身边的人 比较 我觉得我有妈妈非常幸福 我爱妈妈 妈妈陪伴引起不断克服心中的恐惧 从一开始没办法完成比赛 每次总是最后一名 到现在她已经跨越了心理障碍 是个勇敢又坚强的选手了 第一次参加比赛她的愿望是 不要最后一名 然后到最近的比赛她已经可以进步很多名次 那我觉得说她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让她学习到 其实在她未来的人生当中 她就是可能要不断地去面对自己 那其实自己是最大的一个 需要去克武去挑战的得者 克服了恐惧的关卡之后 殷琪善用自己的细心 比赛成绩突飞母镜 从帆船得到了一份难得的生命礼物 我有想过我要赢那些男生 是因为我觉得女生不要微微缩缩的 但我看到每次世界杯 第一名都是女生 我就觉得其实女生也不是那么弱的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觉得总有一天会成功 学习帆船的小朋友 每个人的目标都不一样 像是千玉她因为喜欢帮助别人 今天暑假她在帆船下令打工 担任小驻驾 凭假努力赚了第一笔零用钱 殷琪则是努力朝世界杯迈进 但是无论如何 大家都得先通过学校这一关 因为毕业当天 得要通过帆船比赛的考验 才能拿到毕业证书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等一下等一下 天黑了耶 小张爸爸 不要努力啊 划船回家咯 拜拜 拜拜 白龙偷偷 我不怕 张奇多儿儿儿往前花 这一弯弯微笑月光 安安静静 呵护我回家 谢谢你的守望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